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要在诗屋这里把这些好吃的街边小吃找出来 我看就从光饼开始吧 我知道这家老字号是诗屋当地人一致赞豪的 我马上去check it out 大姐 你是本地人吗 是 我是本地人 可是我现在不住在这里了 不过我每次回来我都会来这里买光饼 你们买这么多饼啊 给几个人吃 两个 两个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放在家里慢慢吃 它有那一份可以吃两三天 这里光饼很香很脆 高松的也很好吃 所以小姐 这边的光饼你吃了几年了 三十年了 因为我都有三十出岁了 所以说因为从小都吃到大 那每次来会买几粒回去 三零几左右 三零几差不多十五粒 如果说在周末的时候就会买 差不多八零几到十零几 因为家里人都喜欢吃 然后又放假没有做工 然后就家里自己炒的猪肉夹在里面 味道很棒 哇 你买了很多了 为什么你们一家人都那么喜欢吃啊 因为我们喜欢吃的 在晚上和晚上 因为我们喜欢吃的 饼子 搅拌和饼子 鸡 鸡 鸡 我喜欢吃的 从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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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便宜了 一个才马币两毛耶 哪里找啊 这里除了原味 Kosong光饼 还有自创的Kaya光饼 一共两种选择 老板啊 既然这么受欢迎 那为什么不多做几种口味呢 因为我们现做现卖的 只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做到来不及了 所以做不到这样多口味 那我知道光饼是福州人的食品 那是不是只有福州人在吃啊 没有啊 现在很普遍了啊 本地的土著啊 马来人啊 还有华人各种族都会吃啊 哇 老板 你可以说是把福州人的美食 给发扬光大咯 老板说啊 当年他是向爸爸学习做光饼的 结婚后呢 老板娘当然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现在是老板的最佳贤内助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撒水撒芝麻 不然你看 像这样黏着锅烤 没有水分加强粘性 很容易就会掉下来了 老板 我看你们制作光饼的方式 感觉很好玩耶 我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啊 然后有那个芝麻 然后有像下面 好 等一下 您做了没有 很烫耶 我没有办法想象你们每天都这样子 能够承受它的这个热度 我真是佩服佩服啊 历历皆辛苦啊 观众朋友们 你们不要笑啦 我真的没有夸张 这炉有三百多度 一般人怎么受得了 做光饼时间长 又要忍受高温 随时还有可能被烫伤 真的是不简单的工作 我真的好佩服他们两夫妻哦 你看 一颗颗光饼出炉咯 哇 老板 你让你太太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你不会心疼吗 会啊 当然会啊 为了生活啊 不要紧啊 谢谢你们的辛苦 我才有热烘烘的光饼吃 嘿嘿 来来来 趁热趁热啊 小小光饼 口感十足 加上面粉和芝麻香 就足够让我回味无穷啦 石屋福州光饼 果然相传千里 我一吃就爱上咯 石屋被称作小福州 到处都是福州人的足迹 新加坡的福州人不多 福州美食更是难找啦 接下来我要去吃顶边壶 老板你好 请问顶边壶是一种糕点吗 还是像花生壶一样的甜品啊 不是糕点啊 顶边壶好像是我们吃的粥一样的 它里面有水的 我现在弟弟在煮了 你先看一下啦 好啊 好 我们的顶边都是这样做法的 有煮一锅的汤 那个汤放下去 米浆用那个小的汤汁淋一下 盖一下熟了 我们用那个汤把它旁边锅下来 做好的时候 没有加这个配料啊 配料这个木耳金针 鱿鱼跟那个鱼丸 还有加肉那些啊 所以我们小孩子和老人都平常都喜欢吃了 因为里面都是米做的 还有汤没有油啊 你们的米浆都是买现成的吗 不是买现成的 我们的米浆都是直减薄的 很新鲜的 好像我们现在先做 做一下我们就卖 卖完再做一下了 那你们都用特别的米吗 没有 我们就是买平常的米啊 因为那个好的米啊 煮一些很粘的 不好吃的 没想到平时吃的米饭 还可以换一种形态煮 而且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吃 两位小姐 你们是哪里人啊 我是古今人 我是师父人 我昨天是刚刚从古今来 然后过后今天早上我想吃甜蜜蜜 所以我叫其他东西带我来吃 那你们觉得味道如何 味道很不错 很清淡 然后它的那些 它里面的料 全部都很新鲜 很好吃 两位大哥 你们都是本地人吗 我是本地人 我是吉隆坡人 这位大哥一定是你带吉隆坡的朋友来咯 对对对 他之前来吃过一次 然后他很怀念 所以他叫我再带他来 我觉得肯定的味道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觉得怀念不止食物的味道 还有周围的氛围的味道 让我非常的喜欢 两位阿姨 你们常来这里吃吗 对 我常常来的 吃了多久了 很久了 从小吃到现在 我喜欢清清淡淡健康的 老板 我还注意到 你们这边的顾客都是用汤匙吃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好像粥一样有水 因为那块子 它便见不到东西 因为汤匙比较好 有道理咧 我怎么没想到呢 不过不重要啦 最重要的是要品尝嘛 我点了一碗加料的 加的就是猪肉和鱼丸 没办法 我是大胃王嘛 原来这顶面糊口感有点像面粉果 但是更软 更滑 好好吃哦 清淡的顶边糊 是非常大众化的福州美食 你们也要尝哦 安弟 为什么你们要用报纸 把这些鸡包起来 不要清洁 不要为什麽 众和所有人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我在湿屋的中央市场里 还有很多很多稀奇好玩的新发现 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还有还有 湿屋最阴的一家餐馆 也让我找到了 我这几天在湿屋到处逛 发现几乎每间茶室都在卖干盘面哦 想知道湿屋人对干盘面的爱有多深吗 不如听他们自己说 我们超爱吃干盘 一个星期大概吃三四次左右吧 我们从小干盘吃到大 从来吃都不会腻 yeah I love干盘 现在我没必须到老婆 I really love干盘 我每次到西部都来吃干盘面 那么今天来品尝了这么好吃的 我吃两碗半了 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 一当想到面 一首选干盘 吃了几十年 也是吃惯了 我家小孩也喜欢吃 那你觉得它的味道如何 味道顺口啊 面也很Q 我们本地干盘的调味也是很简单 葱油 猪油 一点酱青 百吃不厌 老板 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福州干盘面吗 师傅福州的干盘面 也就是早期的这个美食 就越简单 越正宗 我做一盘给你吃 好啊 谢谢 师傅的干盘面家 大大小小加起来 肯定有一两百家哦 每当的口味都很独家 真的是百花其放啊 这一家详细就是师傅的 十大干盘面家呢 当地人喜欢把干盘面 直接叫干盘 干盘有两种口味 黑或白 白色的是原味 而干盘的面条不算稀哦 口感如何呢 我尝尝看吧 还蛮有咬劲的 虽然料只有叉烧和青葱 可是调味下得很重 所以吃完了 还是觉得很有满足感 那是什么证明书啊 老板 你卖面卖到破世界纪录啊 不 这个是我破了世界纪录的 做最多的伴郎 目前为止做到1489个伴郎了 那为什么你会有兴趣当伴郎 一般上我们师傅 我要带新郎去接新娘 然后晚上的体验的时候 我们还要当师爷 哇 原来师傅藏了这么一位奇人 这是师敬师敬啊 谢谢 谢谢 奇人煮的干盘面 味道真的很不赖哦 师屋给我的感觉 是一个很淳朴的小市镇 但是就在师屋最老的一条街上 竟有一家很硬的餐馆哦 现在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哈喽 Peter 还有东 终于来了 好 好 好 对啊 我找了好久哦 今天晚餐就靠你们咯 没问题 跟我去来 哇 你们这家餐馆的气氛 跟我这几天走在大街上的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耶 我很喜欢你们选用大地色系 一走进来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而且你们的灯光 所营造出来的那个效果 也是非常浪漫高雅 不要告诉我 这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啊 这都是我跟Peter两个人的构思 每一个灯光 图画 灯饰什么 全部都我们从巴厘岛自己运回来的 来 带你上去看 楼上更美 哇 你们很聪明哦 虽然屋身是属于窄长型 但因为屋顶挑高 所以是完全没有压迫感的 而且你们把中西的设计元素 都搭配得非常的完美 尤其是角落的那层灯更是漂亮啦 讲起这个灯呢 这个灯它放在 灯事件放了没放八年到十年了 都没有人欣赏 我们那时候去损灯的时候 我就想说 嗯 这个灯真的很美 不适合这个空间 我们就买下来了 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个灯的时候 就要用个很高的价钱 叫我卖这个灯给他们 我们都不要 不要卖因为这个灯 是在楼上这里 办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我也要品尝人气料理咯 Yummy yummy 中央市场里有很多好玩的 你们一定要跟着我的脚步 我很幸运 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包机方法 哎 阿姨 你的米都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那么多种 而且都不同颜色 阿姨米啊 这边这种米好像比其他的贵 一公斤要六块钱 为什么啊 这里不愧是最受 食物年轻人欢迎的一家餐馆哦 你看 是满座的咧 而且食物好像都很大份哦 哇 我真的非常喜欢 你们这种休闲设计风格耶 为什么你们当初会选择 这样的一个设计概念啊 嗯 老实说 因为我们以前很常去 埔基岛啊 去巴黎岛啊 去Kosamoy 就发现了好多很美的 这种小小间的cafe 有很有特色的 很有休闲的感觉 就觉得是缺少这样的店 我们就想做一个 有感觉的 然后能够chill out 能够relax的一个地方 那你们是怎么开始 创立这番系列的 嗯 你说真的 我们是从一个小店面开始做起 就是十个桌子而已 后来我们就开始有了 生意量之后 我们就想找一个新的地点 就是现在这个地点 这个地点已经废去了好久 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地点 然后不然我跟Peter 我们还是决定过来这边 经营这个新的cafe cafe在这边 那食物想必也有经历过 一番精心的挑选吧 这些我们的食物 全部是Peter的妈妈 帮我们安排的 因为Peter妈妈是在西部 是一个很出名的烹饪师傅来的 对对对 因为我妈妈有差不多 二三十年的experience了 她有出差不多 我三四本的recipe book在四五 menu上还是有中西和平的食物 和本地风格的菜式 来 这个就是 Yano satay 这个是水果 对 没有错 来 这个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Samba Latifigan 很好吃哦 来试试看 好啊 我在新加坡也常吃sate哦 可是这里的特别大块耶 好好吃哦 这个炸鸡香香脆脆的 还裹上特制酱料 味道一定不错 哎呦 Samba 羊角豆最下饭了 我要一碗白饭 哇 我真的吃得好饱 好满足哦 食物的美食我都快吃完了 那明天要吃什么呢 你们有什么好推荐吗 我隔壁有开一间日本餐厅 你可以过去尝一尝 哇 走在这百年老街上 真的是每一步都是惊喜 这里很多商店都充满朝气 不但时尚 还很有个性 让人印象深刻 我一定要进去看看 我们有今天的成就 要感谢西部人的支持 我们打算明明去Miri 或者是古镜发展哦 哦 那先运祝你们成功啦 哇 你们真的很厉害了 年纪轻轻就闯出一番事业 我也要向你们看齐 回新加坡开设自己的餐馆 好啊 下次我去西加坡吃你的啊 OK的 给我十年的时间就可以了 好 祝你成功啊 老街上有你们 不忘不行啦 你们的食物赞啦 要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最好到当地市场去走一趟 来到市屋真的不能不去 他们的中央市场哦 不说你不知 小小的市屋却有着全马 最大的菜市场呢 听说这里可以找到很多 稀奇古怪的市物 哎 这些鸡 嘿嘿 好可爱哦 怎么都被报纸包起来了呢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纸包鸡啊 马上跟着我的脚步去看看 刚好有阿姨在准备包鸡哦 这是一种款式吧 两种款式吧 哇 还有两种方式这么讲究 这个款式吧 我给你看 很可爱耶 哎 阿姨 为什么你们要用报纸 把这些鸡包起来 不要清洁 要一声 那这些鸡就不会乱跑是不是 对 那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鸡给杀了 先杀掉 我们这里当然比较喜欢吃新鲜的鸡 不要放冷藏啊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大家都直接把活鸡 买回家 然后自己宰杀 哦 那在马来西亚 其他地方看得到这种 用报纸包鸡的方式吗 应该没有 只有我们师傅 这里才有 是我们师傅 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那我不是很幸运 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包鸡方法 都说要来菜市场走一趟啦 一定会有好玩的东西 这个摊味的米 好像和平时看到的不一样耶 哎 阿姨 你的米都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那么多种 而且都不同颜色 阿姨米啊 有的粥米 有的保留米 有的是平常那个米 这边这种米 好像比其他的贵哦 一公斤要六块钱 为什么啊 因为很难做又做沟涌的地方啊 他的少量很少 所以比较贵哦 他比较小利 人家很喜欢拿来做那个寿司饭吃 拿来炊一下 放那个肉啦 菜啦 煲起来 给小孩子带去学校 比较方便这样哦 那还有其他的煮法吗 他的水分比较少啦 比较不会吃水这样啦 那旁边这种黑色的米是什么啊 这个也是把鸟呢 嚼起来比较脆啦 你看他的米 煮起来它有一点香味哦 老板娘说 Bario是沙拉越的高原地区 空气清新 污染少 所以种出来的高原米特别好吃 而且一年才采收一次 物以稀为贵嘛 这里都是蔬菜摊 而且都是摊主自己种的哦 诶 是我眼花吗 这玉鼠鼠怎么是白色的啊 哈喽 为什么这玉鼠鼠是白色的啊 和新加坡菜市场看到的菜都不一样 怪怪的果实 瓜类也蛮多的 真让我大开眼界 这看起来有点熟悉耶 哦 很像我们的葡萄耶 诶 大家 这是叫什么 这个叫 那要怎么吃 炒三包 它一点有臭臭跟葡萄一样的 啊 臭臭的啊 那为什么会有人要吃 对身体好 然后轻盛 那旁边这种很像葡萄 可是硬硬的呢 这是叫什么啊 叫烤鸡 哦 那应该怎么吃 这个要开来吃 诶 我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 谢谢你 诶 这吃起来有点像橄榄耶 有点酸酸的 诶 是特别的味道哦 但我吃不习惯 再看看还有什么 哇 这是虾米吗 好大哦 哦 原来这是土著同胞 爱吃的烟熏虾肝 同样可以拿来炒菜 还可以生吃 味道不会太咸啦 和虾米的味道不一样 听说这里有2000多个摊位 要逛完还真不容易 我用了两个小时 边走边晃 边买边吃 才终于逛完这个 全马最大的菜市场哦 下次你们到施屋 记得来中央市场挖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